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啊 剛才有提到都保值的 你會發覺都 尤其是錢越來越不值錢的時候 有人就說金會值錢一些 但是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金在工業上的價值其實是高的 我們有時候也聽過一些很古怪的例子 在那個金價夠高的時候 大家會是由那個廢氣電子零件塗金回來 因為其實在很多我們現在用的 就算我們的電話裡面都有黃金的成份在 就是在那個SIM卡接觸的地方 尤其是很多CPU跟其他的電腦接觸的地方 都有黃金的 在那個線路板上面都有 所以差在多還是少 於是我們能夠將它提煉出來 都有個價值在那裡 但是這裡起碼都是跟剛才我們講的鑽石的題目一樣 就是黃金這個東西都是在那個科技層面 和這個首飾層面都有它的價值在那裡 但是當然這裡我們都準備講一篇就是說 跟這個黃金的在那個科學上的應用有關的一個科學消息 是 大家記住啊 日本最風光的時候 就是80年代打中企的時候 吃慕斯是要加黃金的 金箔 刨些金箔給你了 但是吃了金箔的肚子有沒有益的呢? 其實就照顧出來 因為它這種就是那個化學上很不活躍的金屬來的 所以它在你身體上面也都不會做什麼古怪的事情 但是你要小心喔 是不是所有金屬都你以為它沒有什麼作用 但是都可以吃得呢? 但是你要小心喔 有些金屬它自己不會和你產生化學反應 但是它很有能力促進你身體其他化學反應都不奇怪的 所以這些東西吃下去就是噱頭來的 其實這樣說 就算不要說去到這麼厲害的 我還記得 我純粹在那些日本百貨公司的那些得意文具的環節 就算我發現原來你買Hello Kitty 都會有一瓶小小的金箔在那裡 給你可以買給小朋友玩的 當然那塊金箔是很薄的 基本上那些金你都真的不小心都吹走了 這樣 它還要寫上的很搞笑的 這個我真的自己買過給女兒的 其實錢都是圍了幾十港幣左右的 其實都是 它說是可以吃的 你貪得意可以裏面少許出來 放在自己的飯上面去吃的 當然這些就是一次半次玩就沒問題 但是這些我覺得對於這個小朋友來講 這麼小的給他吃金真的太奢侈了 真的有些教壞了他 是啊 但是去到很微觀的時候這個金有什麼用途? 是的 我更加需要是講這件事 我這次其實就不是準備去講 它在那些電路板那些應用的 這些大家都知道的 譬如你怎麼做到電路很仔細 就是怎麼去將那些電路去黑色在晶片上面 我們也討論過這些激光光刻的問題 但是也知道其中一個課題就是 怎麼將那些黃金很仔細地放在所需要的 那些接觸面那裡 但是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想在生物層面做這件事呢? 這其實就是我們這次這個禮拜想講的新聞所在 其實大家都聽過的 我們很想將那個生物和那個電路兩東西接合在一起 但是是不是主要是通電? 是 絕對是 那大家會想 有些叫做腦機界面 叫做Brain Computer Interface的這種技術 其實我們一直是很想去做的 甚至乎有時瘋到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拿隻老鼠去玩的時候 就真的將那些生歐歐的老鼠麻醉都不麻醉的 就直接就刺穿就在由他的腦 就將我們的儀器放進去 就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和他做一些腦控啊 去影響他的行為這些東西 甚至乎不是說老鼠 是一些簡單一點的生物呢? 我們都做過的 就是講一些八爪魚啊 這些這樣的東西呢?我們是有玩的 甚至乎玩到一個很小的細胞層面 我們可不可以在一個顯微鏡的角度來講呢? 就將一些一組的細胞 去和我們的電腦結合 令到它可以有input 有output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運算元件去玩呢? 那其實這個我覺得是很瘋的一件事 甚至乎未來我們都很想做一件事 如果我們想救治一些癱瘓了的病人 我們譬如他的脊椎受損 我們用一個外面的電腦方法 將他腦的訊號和他的脊髓的訊號來接通 那其中一個想的問題就是 我怎樣去有個介面 去將我的那個訊號從腦裡讀出來 再將它傳送到我的脊髓那裡呢? 那這裡就是一個機器和腦的介面 以及機器和脊髓神經的介面在這裡 那這些東西我們是怎樣做到很仔細地去釘在某一個位置呢?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必須考慮的問題來的 那現在呢 就是這個禮拜就很有趣了 有人去研發了一個技術 就是怎樣將這些很小的金粒 其實它的作用最後就成為一個導電的電極 其中一個地方 是去很精準地去鋪在一個細胞的表面上面呢? 或者甚至乎在一個器官的表面上面呢? 那你如果不鋪這些金粒呢? 你都可以照樣把你的電極放上去 但是你怎知道你放得準不準 還有怎樣有效地 就是我想放的地方就是我 就是target的目標的地方呢? 如果你能夠預先已經把這些電極這些貼紙 這些這些金粒就像貼紙一樣貼上去 於是我就很清楚就是我這次釘這個位置在哪一處 那整個你可以看到一個甚至是一個座標系統 電路系統就可以很精確地鋪排在那裡 那現在呢 台長你後面的畫面展示出來的那個圖呢 你就看到其實好像一個細胞那樣的東西 一個細胞那麼細顯微鏡的尺度 上面鋪了很多這些細細粒的金粒 其實有人就說這些像是用金來跟它做紋身一樣的 將這些金粒就打了去這個細胞那個細胞壁上面 甚至乎一個器官一個範圍上面那裡 於是乎我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貼另外一個東西 就可以把那個細胞或者把那個器官 和我們外面的電子零件來去接合一起 那我覺得最將心獨運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它這次這套技術呢 是究竟怎樣可以將那些金粒很整齊地 很仔細地放上去 你不要想著好像民生師傅那樣 用人手這樣逐個點上去 沒有可能做到的 因為最麻煩就是你點上去的時候 你會刺爛一些東西的 你的目標物是一個很容易受破壞的器官 和一個細胞膜 然後就是那堆金粒 其實就是你怎樣可以這麼小 慢慢地去逐個逐個擺上去呢 你絕對不可以這樣拿鉗來 這樣逐個擺上去做不到的 現在就是說有人開發的一套技術 是可以怎樣將這些東西 好像現在我們的圖畫上面看到 這麼仔細的這些電極 這些用金粒砌成的電極 就全部將我們排到我們想要的地方那裡 而且是一個很脆弱的生物樣本 還要是 但是後面的圖畫就很噁心了 那這個是什麼腦呢 這個是老鼠的腦來的 嗯嗯 就放了剛才你說的那些金粒 是的 你看到那一層是一個金粒這樣的 還有說的真是噁心一點 我覺得好像那些那些這樣的 蕭佳伊那塊金粒這樣 我真的看到貼在腦上這樣 是的 是的 你仔細看裡面是很細節的的組織 它不是一塊東西在這裏的 是裡面有很多一點點 一條條線坑云一點點在上面 其實你看出來就是整個那個電路 基本上就拿了上去 那肯定它不可以是一個很高溫的辣上去的 你一辣上去一定死的 那些東西 沒得這麼辣的 那原來現在是怎樣呢? 與其就說是好像紋身那樣做 我覺得更加適合一個比喻是什麼呢? 就好像小朋友玩那些紋身印水貼紙那樣貼上去的 其實是 那這個過程是怎樣呢? 它原來是首先要將那堆你設計好的電路 或者電極那個排列 就將它擺好在一些生物上的營膠、啫喱上面 這些東西是可以鋪上去一個生命體上面 然後那個生命體之後是可以吸收了去排列 即是 digest了它 從而令到最後只有那堆金粒就鋪在上面 就是這件事我會覺得用那個小朋友那些紋身印水貼紙的比喻 就更加比實際的紋身更加貼切了 那現在就是說 其實原來那些人你找到適當的材料 去將那些電路印上去 然後再將它準確地鋪在那個器官 或者鋪在那個細胞上面 等它有一個很短的時間去分解吸收之後 你才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那在那個細胞的層面 原來說因為細胞本身的生命周期都不長 那原來都是能夠十幾個小時 那基本上那些東西就弄掉了 但是如果在器官的層面 你預計就可以叫做放得久一點了 所以我會說這個是很重要的技術 怎樣將那個電路和那個很脆弱的生命器官 結合的一種關鍵技術在那裡 鋪上去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你鋪上去 你起碼知道那裡是我要刺激的位置 譬如就是說我上面有100個 我想它給刺激下去的位置 而且那個接觸點就是由這些金粒的位置來決定了 因為你就算那個金粒不是擺得很精準也好 你大約是那個位置也好 總之那個金粒也是會最有能力幫你 將電流從那裡拿下來通過了下去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成為一個很好的中介的媒介 就是幫我將由電路上面的電流去引導了下去的細胞那裡 而且我是很清楚知道現在我要去刺激細胞的左上角 還是右下角的哪個位置呢? 我可以說得很仔細 那你可以想像未來如果說神經網絡 你是要講到那個準繩度去到 以神經圓上面某個特定位置來感到的精確度的時候 我們是有能力 甚至是有能力去做到這個level 因為現在你看到那個圖裡面 它已經是在講在一個單一的細胞上面 你已經可以放很多上去 所以我們那個精準度現在可以做到 就是可以非常之仔細 令到我們可以很精確地說到 我現在要刺激哪一塊就哪一塊 然後再看一下那個細胞或者器官有什麼反應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到了某一天 他一個人他走不了 我們可以做一些刺激令到他走不了 我想就甚至乎就是你可以做到一個比較仔細的 的絲毫令可以發下去 現在其中一個我覺得最面對最大的問題 我們那個腦本身 我們能不能夠很清晰認識他哪個的功能區 而且就是你會永遠發覺你zoom得越近 它依然你也都會看到有個分別 會不會最後就是我們能夠做得越精準 就令到最後那個腦機界面出來的控制 能夠做得更仔細呢 譬如說如果我那個電 發放下去的電流的準成度 只是那個誤差只能夠做到一毫米範圍的誤差 其實都算大的了 你想一毫米範圍裡面 你如果在腦的層面裡面都牽涉了很多不同的 已經是上千個的神經元這麼大的範圍了 那會不會刺激得太多呢 是不是 會不會我再將這個範圍做得精準一點 我能夠做到甚至乎可以是連手指比較仔細的動作 都能夠去能夠分得到那個訊號呢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那個準成度的提高呢 是令到最後那個腦機界面 甚至乎幫助那個癱瘓病人的質量 是會有很大的提高在這裡 但是為什麼是金不是其他東西呢? 金呢 它那個活躍度低 它不會那麼容易被其他東西化合了、吸收了 它能夠在那個器官停留 停留在那個位置呢 是一個比較持久的時間 比較久了 這個其實也都直接就是我們 為什麼我們的集成電腦裡面用金的? 你用銅鐵都可以的 就是都導電的 但是金去導電性會更加好 而且它就會更加不容易變質 那這個東西就算擺在一個這麼潮濕的身體的細胞環境 都適用的 我們更加希望有一樣東西就是說 不要那麼容易有化學反應變化 可以繼續長期穩定保持它的導電性 那這個就可以說為什麼選黃金就是這樣的意思 還有為什麼做到這麼小呢? 現在它呢 做到 它反而你要將東西點到這麼小不難 其實這次這個難在就是 你怎樣鋪到上去在那個生命體上面 你其實呢 如果要用普通的機器 你去做些這麼仔細的 就是將那顆東西去放在一個面子裡 一早就做得到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 譬如你說用整集成電腦光刻那些東西 可以做到是納米這樣的級數了 現在這些細胞的層面的東西呢 是一定是比納米大很多的 比納米大千倍萬倍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是一定是做得到的 但是問題就是呢 在那個難度去那個難度的位置就是 你生命的東西是一些很脆弱的東西來的 你高溫一點點 大力一點點 你就弄爛了個細胞膜 整個細胞被你刺爛了 穿了就死了的了 所以呢 你怎樣能夠對它造成最小的騷擾的情況之下 將那些東西鋪上去呢 你會發覺很有趣的了 它就不是逐顆逐顆的釘上去的了 就是你貼了鋪了一塊東西上去之後 讓那個承托的東西融走了 然後理想鋪的東西就自動放了上去 其實整個技術就 講得簡單點就是這樣 當然實際上他們這幫人就了不起了 就是能夠做到這麼仔細的東西 所以我為什麼都會選這件事來講呢 嗯 那我們今天完成了科學新知四節 我們接下來就是科學回憶錄 嗯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通訊息工作室 通訊息工作室 食財 雖然 我們在你自己以後 請開啡 通訊息工作室